在奥斯乌星集中营里流传过一个传说 那就是永远无敌的拳击手77号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故事 但这个故事却又那么的真实感人 1940年 华沙冠军乌斯被关进了这所集中营 在这里忧太人活不过两天 牧师活不过一周 其他人最多三个月 因为要命的不是劳作 而是伤害症 肺炎 还有屠杀 素有死亡工厂之城 大约有110万人在这个集中营被杀害 其中绝大部分是忧太人 才能得进会借着洗澡的名义 把这些贫民百姓骗进分尸炉和毒气杀人浴室 在这里吃的是浑浊不堪的馊水 而主食就是空气 有时候一张遮盖尸体的牛皮纸 都能成为浴寒的主要物品 在这里干活时更不准窃窃私语 一个老者正在商议着如何趁着夜色逃离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夺取了生命 为了一口吃的 德金会像绿狗一样戏耍他们 在这里的人毫无尊严 能活下去就行 乌斯在这里没有朋友 但有一个小男孩却引起了他的关注 小男孩叫雅舒克 他是第一个认识乌斯的人 并且准确的输出了乌斯的比赛拳馆 还有外号 俩人很惯成了最好的朋友 但在这个集中营里 强着生弱着死 雅舒克已经好久没能吃上一口饭了 为了给雅舒克填饱肚子 乌斯趁着给德国军官干活的空 偷偷的拿了三个苹果 他先给了雅舒克一个 但好像雅舒克只咬了一口 就给了旁边奄奄一息的老人 看到他的善良举动 乌斯又给了他一个 但没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苹果 差点要了他的命 德国军官发现了乌斯的偷盗行为 决定就地枪决了他们 他让老者投顶苹果 一枪解决了他 然后下一个就是乌斯 但没想到乌斯却违反命令 大口吃了起来 原来艺术不分国界 就他们的居然是一句德国诗歌 死刑变成了鞭斥 一顿毒打下来 原本就虚烈的雅舒克 彻底扛不住了 他的伤口开始发炎 整个人不断起热 并且被传染上了严重的肺炎 但这些症状 根本阻挡不了干活 在这里你只要失去了劳动价值 唯一的出路就是分尸炉 为了活下去 乌斯带了他劳动 尽量不让他去碰重体力的活 他想这碗守卫又在戏耍他们 只要把对方击倒 就能得到食物 失败者会被毒打一顿 在跳远对手的时候 没想到他们居然看上了雅舒克 这个孩子哪是他们的对手 乌斯挺身而出 勇敢的战了出来 本次规则对方先出拳 但没想到被乌斯轻松躲过 一旁的守卫看不下去了 一把推开他决定自己来 结果直接摔了个大跟头 另一个守卫看不下去了 拿着铁胶上前就要解决他 乌斯这次也不敢懈怠 立刻又拉好了专业的姿势 守卫疏忽可能就会命丧当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突然有个人叫住了他们 这是不败神话 七日七号的第一次级组赢比赛 对手是奥斯无心的拳击裁判 但从对方的身形来看 就知道绝对不简单 但比赛就是比赛 不管在哪里 该有的运动精神和礼仪 都必须要直向 结果这个拳击裁判 经过第一轮的事态 居然连乌斯的衣角都没碰到 他开始认真起来 并且满脸喜悦 原来在死亡工厂里 还隐藏着如此厉害的高手 第二轮开始 裁判明显加快了进攻节奏 结果差点被自己晃晕 到了关键时刻 乌斯果断出拳 原来这个人叫汉堡 是1938年的德国冠军 战争开始以后 他就在这所集中营里工作 主要就是充当裁判员 乌斯的拳法让他非常高兴 汉堡给了他很多次的奖赏他 但乌斯却不想要这些 他想要救亚书克的命 于是第二天又找到汉堡 问他在哪能得到药 治疗肺炎的药 汉堡说那个需要靠正的 于是带着他进了集中营里最大的指挥官 从答案里 他们得到了乌斯的具体信息 华沙的轻量级和四轻量级冠军 打过一百多场比赛 苏有多产之王的称号 但那还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 泰迪 主要风格偏向于美国选手 但瘦弱的乌斯 在这里根本没有引起指挥官的注意 反而被抄要成 更像一只把手忙的小鸡 傲慢的德国人 根本看不上这个华沙冠军 但一旁的汉堡说话了 我可以和你们赌 输了做什么都无所谓 这可能就是拳击选手之间的彼此信任 很快乌斯就被安排上了第一场比赛 对手颇有名气 在集中营已经成练了数次冠军 他打法凶猛 善于进攻 一会儿的时间就把乌斯逼近了角落 但对方的攻击 似乎都在无形中被巧妙化解 独闪之王果然不是吹的 第一回合乌斯一拳没出 仅凭灵活的脚步和独闪 就浪费了对方大量体力 第二回合对方开始急躁起来 他上来就是重拳攻击 不断压制乌斯 在经过第一轮的攻击后 他的行动明显迟缓起来 下边的士兵于是也见风使舵 开始压住乌斯 经过几个多散之后 乌斯瞅准时机开始反击 一拳 两拳 三拳 全拳击中对方头部 很快就把对手逼到了角落里 在连续重拳之下 对方已经完全丧失了所有的战斗能力 他赢了 这次汉堡赌队了 乌斯仅用了两回合就打赢了这场比赛 他又得到了奖赏 并且他的重体力活 也换成了管理码救 汉堡先前承诺给他的药 也在党外军医疗室那里解决掉了 他带着药找到了吉隆云的医生救治 医生却说在这里 那个孩子最多坚持两周 你可以把他转移到党外军证所 交给玛利亚护士治疗 那样才能保住他的命 为了救亚舒克 他需要打更多比赛 但前提是他需要养好身体 为了恢复体力 他开始偷偷锻炼 没有设备就自己制作 两根简单的绳索 两次不断的去突破 专有饲料的麻袋也成了工具 为了更好的出拳 他偷喝羊奶 吃更多的面包 很快他又赢下了一场 接着一场的比赛 不断有德国士兵倒下 他的名号也越来越响亮 亚舒克也被成功的 调到了党外军领所 他得救了 为了对付这个躲闪之王 德军很快就掉来了一个大块头 这个人撞得跟牛一样 体重200多斤 他扬眼一拳又能打死乌斯 但很明显 他低估了躲闪之王 乌斯又灵巧的步伐 化解了所有进攻 在立台上像耍猴一样 带着他转圈 有时候甚至都能把自己换倒 当时机成熟 乌斯果断出手 一拳就终结了比赛 他又得到了很多食物 但好心的乌斯不会毒响 依然拿回宿舍 在这里他成了 集中营的精神向往 所有人的高呼太低 但没想到第二天 刚刚起来劳作的乌斯 却发现了精神的一幕 原来被他打败的 所有选手都会被处死 拳击这项具有 奥林匹克精神的运动 在这里成了杀人的武器 他已经失去了运动精神 乌斯也不想有更多人 因为这项运动而死 他想放弃比赛 安安分分的做回自己 但机中营里 有太多的孩子需要食物 如果他放弃了 这些人的下场就是死 国家的未来就没了 他需要战斗 不断战斗 这样才可以拯救更多的人 但好景不长 帮助乌斯运送食物的 小护士舒雅被发现了 德国人为了惩罚他 居然让这个年龄 只有16岁的小姑娘 等种托衣准备凌辱他 但没想到舒雅一把夺过的手枪 击毙了这名军官 这惨灵的一幕刚好被亚舒克看到 他拼了命的跑到马厩 把这一切告诉了乌斯 这些魔鬼居然滥杀无辜 痛下杀手 为了救亚舒克 乌斯找到了指挥官 提出要挑战德国重量级冠军 哈莫舒 作为条件 他打赢以后 希望德军放掉亚舒克 然后取消所有拳击比赛 他不想再看见任何人 因为这项运动丧命 如果他输了 任凭处置 德国指挥官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但为了德国人的面子 他们必须使用点手段 乌斯的胜利会鼓舞这里的囚犯 让他们重新捡起抵抗的信念 所以比赛结束 德国人决定吊死他 一个轻量级 一个重量级 乌斯的这番操作 简直在自找死路 但为了救亚舒克 他拼了 这次他不再躲避 上来就是进攻 但受弱的他 打到对方身上如同搔痒 对方只需要稍微一用力 就能把他击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后面的内容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回合结束 德国人明显发现乌斯的有效击打偏多 如果只凭点说 这场比赛德国输定了 于是那些军官开始在背后使坏 他故意给乌斯水喝 但里面却被下了毒 第二回合刚开始没多久 乌斯就神志不清头晕眼花 很快就被一拳击倒 一旁的汉毛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他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 但立刻被士兵冲散 由于不败神话7月7号的倒下 现象的所有赌注都已经不作数 既然你想救人 救更多人 那就亲手打败这个孩子吧 德军把亚书克带到了他的面前 逼着两人互相残杀 如果乌斯不动手 那就立刻枪毙了两人 乌斯用了仅有的一点力气说 别孩子气 快打我 但亚书克怎么会打他 从进基督营那天开始 这个男人就像父亲一样照顾他 又救过他的性命 为了惩罚乌斯 德军八卦他的衣服 把他掉在了木桩上 并且在胸前挂上了代表羞辱的冠军称号 这一夜乌斯亲眼瞅着德国士兵 驱赶忧太人进分尸炉 随着惨叫声的发出 他的眼泪开始落下 这里面有孩子 女人 国家的未来 国家的希望 德国人居然用这种手段 去做种族灭绝的勾当 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12天黎明时分 德国尽快二把手私自把他救了 并嘱咐他去干活 想活下去 就不要再靠近拳击馆一步 但乌斯却拖着疲惫的身体 主动走进了死人堆里 他想与亚书克一块离去 在这里已经失去了活着的勇气 但没想到 正当他闭眼之时 却发现了亚书克生前雕刻的天使 那个象征着迂火重生的天使 他觉得他还不能死 他要带着亚书克的愿望 去打赢这场比赛 他要唤醒这里的所有人 他要抵抗参离的德国人 乌斯赤裸着上身 再次来到了拳击馆 乌斯一出现 在场的所有人都正呆了 那个多战之王居然回来了 纽恩加姆金融营的指挥官 一眼就认出了他 那是泰迪 战前两人曾经是很好的朋友 并且多次给乌斯的拳击比赛充当裁判 他起哄带头 押住乌斯会赢 这让奥斯微信金融营的指挥官 倍感压力 他不敢再使坏 只能示意哈莫书遵守比赛规则 但是由于乌斯的双手 因为长时间被掉 已经不再灵活 他只能依靠躲避去消耗对方体力 一拳两拳 对方甚至把他逼到角落里 也不曾击中他 下边的人不断起哄 哈莫书也开始认真起来 终于打了数拳后 乌斯被击中了 最终也被击倒在地 一旁的指挥官傲慢不切地望着他 认为这个波兰冠军 就是一只拔了毛的鸡 任凭你再怎么挣扎也飞不起来 一旁的汉堡见状 不断鼓励乌斯 当乌斯站起身来那一刻 汉堡居然比任何人都高兴 这才是全球运动员该有的竞赛 永不服输的竞赛 但死撑不是坚持无一打开的方式 他必须改变 不然迟早会被击倒 在挨到对方一拳后 乌斯干脆伸出脸让对方打 一拳两拳 直到乌斯整个脸被打得鲜血直流 他也不曾回避一下 还像纽纹加猛的指挥官都郁闷了 这不是自己认识的躲闪之王啊 他怎么了 被打傻了吗 原来这一切都是乌斯的战术 故意激怒对方露出破绽 遇到困难时 不要躲避迎头而上 顽强的仪力 才会帮你征服世界上任何一座高峰 你已经总是会有的 只要你不屈从他的安排 先任不把 切而不扯 才会做自己命运中的强者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乌斯得救了 可被纽纹加猛金融影的指挥官带走了 当离开这所死亡工厂时 这里的所有人都托沫向他致敬 永远不败的神话 七日七号泰迪乌斯 后来魔女解放了波兰 乌斯重新回到了家 在那里办了一个拳击馆 将他永不服输的精神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就是奥斯无心的冠军 带来希望的拳击手 我是初遥 我们下期再见